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著名的撐警藍絲藝人張志琳的老婆袁詠儀 近日在微博上被揭發 原來她在大陸復工復產時 曾經在深圳的樹進行了14天的隔離 去到隔離的最後一天 她就撰寫了一封信件給深圳市政府 到底她在這封信裡寫了什麼內容 令到網民會批評她極盡擦鞋之能事 我們一齊來檢視一下 她就說 多謝你們辛苦了 2020年4月2日至16日 應該是我袁詠儀半生難忘的日子之一 因為工作的原因 必須要按照規定執行隔離 未出發前 我和我的家人都有一萬個擔心 怎樣過關 怎樣坐車 怎樣去酒店 還要做核酸測試 直到我坐上的士那一刻 我都是忐忑不安 感覺一切都是未知 當進入深圳灣口岸 我出發之前的所有擔心都沒有了 因為你們的專業和負責 還有各個環節的嚴謹和有序 工作人員的內心和細緻 我在半小時之內完成所有的流程 坐到酒店的巴士 整個過程非常安全和高效 令隔離的人消除了擔憂和不安 還有一天就要結束自己的隔離生活 準備工作 心裡除了感謝 更多的是溫暖和信心 正是有你們的堅守和認真 才以距離打贏防疫之戰更進一步 只能用這個簡短的感謝信 表達我的感謝之情 隻言騙語不是騙言隻語 多謝 就好像星星 我沒有辦法始終看到他們 但我知道他們永遠在那裡 袁詠儀敬上 哇 真是骨都被埋啊大哥 是不是啊 我們一起來分析一下 這篇感謝信的寫作技巧 第一就是繳遊造作 喂 你幾歲人啊 圓靚靚是不是啊 坐的士的時候還會說 不知道怎樣出發 不知道怎樣過關 怎樣坐車 怎樣去酒店 喂 不要玩啦 你以為三歲小孩嗎 你隔離就隔離咯 新聞片都已經拍了出來的嘛 有什麼大不了呢 更何況你作為這個堂堂撐警 藍絲大明星的老婆 喂 回到深圳肯定會受到 那些公安同志的熱烈款待啦 怎麼捨得代曼理員 靚靚靚才行的啊 所以你寫完這些東西 無非都是繳遊造作一番而已 一堆瑣碎到不得了的小事 竟然間是可以穩含住 這麼豐富的感情 真是流過劉光華啦 好了 第二樣就是什麼呢 就是和網民所說的一樣 極盡擦鞋之能事啦 喂 你作為一個市民 無論是人民也好公民也好有區別的 公民就是西方有公民權利的 可以擁有民主有投票權有自由的 人民即是大陸那些 你作為一個市民接受這個隔離 竟然間就好像 感動樓梯一樣 就要多謝深圳市南山區政府 蛤 不是吧 有什麼好感謝呢 請問 這些完全是防控工作需要 若然你有這麼多情緒 就去感謝深圳市政府 為什麼又不見你有這樣的行程日誌 走去親筆手寫兩板子的信件 去多謝那些處於防疫抗疫第一線的 香港醫護人員呢 這個算是什麼呀 原來深圳市政府是值得你去感謝的 但是香港的醫護人員竟然隻字不提 其實為了表示 你全家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忠貞 你就很應該舉家遷上大陸那裡居住 不僅如此 而且你應該註銷了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和香港特區護照 以便歸化成為一個完整的中國人 以你在大陸的明星 以及你老公的撐警應用行為 要入籍中國絕對不成問題 加上你兩位在演藝界有崇高的成就 一定就要帶領你的子女 一起加入成為中國人 共享中國人的榮耀才行 長居這個大灣區 實在是人間仙境 簡直就要把這麼多年以來 在演藝界所賺的錢 拿回去貢獻祖國才行 分別就要在廣州、東莞、深圳、惠州、 兆慶、珠海、中山、江門、 佛山、國賣一間物業 便可以輪流地居住 九個地方 不用回來香港 共享大灣區的榮耀 共享中國人的榮耀 便最好 他這封信裡頭有什麼特別呢 除了以上這些寫作特色以外 其實他寫的字都算是挺公整的 只不過是政治不正確 既然你都要擁抱這個大灣區 你就應該寫簡化中文 就無謂寫這個正體中文 好了,袁詠儀的這封信就講完了 接著要講一下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 似乎他現在真的天天走出來發表偉論 今早早他又上到港台的千禧年代節目那時候受訪 到底他又說了什麼的偉論呢 首先他就說 中聯辦除了在本港裡有聯絡角色以外 亦是代表中央政府的 有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代表中央發言 他認為這個不算是干預 否則中聯辦就沒有這個言論自由 真是好笑啊,湯家驊 言論自由是有規限的 正如我們這些在YouTube上做節目的 有些違法行為我們是不能夠公開地討論的 是不是? 言論自由是有底線的,不是無底線的 對不起 有些違法行為就不能夠說了 那你作為中聯辦就不能夠說出來 是違反了那個《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的規限的嘛 你就不能夠所有東西都以言論自由作為擋箭牌 因為這個《基本法》在香港的憲制地位就已經是至高無常的了 是不是? 你就不能夠發表一些意見出來 是在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的 否則就是違憲 就這麼簡單了 而且你對於言論自由的標準 完全都是不一致的 中聯辦就擁有這個至高無常的言論自由 可以凌駕《基本法》第二十二條 但是一般的市民 比如說公務員 他們在Facebook那裡寫一句話而已 分分鐘都要被人篤灰 至於那些教師就更慘 如果在Facebook那裡寫了什麼 是他那些藍絲同事 或者是他那些襯家不適合看的話 就馬上截圖走去通知教育局 還要匿名 死了都不知道什麼事 都不知道誰弄你 好了 又說要那些教師下班以後 都要繼續遵守教師守則 到底是做聖人來做教師?請問 至於兇者那些也是 郭泰那些是不是? 那些有沒有言論自由? 有 你說完之後兜掉你 就這麼簡單而已 然後你說中聯辦有言論自由 這個言論自由是受到22條的規限的 不好意思 至於第二件事他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 如果認為中聯辦對香港的特定事務有監督權 本港就很難否定 這些完全是僭建的 你的所謂監督權 根本就是無中生有的 自從2014年 頒布了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後 才出現的 就是監督權和全面管治權 這兩件事在基本法的條文當中 完全是找不到的 如果你找到的話 你一定要告訴我 肯定是我過去的二十多年以來 又是創意地理解了基本法 這些東西根本上在基本法裡頭是沒有的 而且這些東西 一國兩制白皮書不是夾在基本法的附件或文件上 完全是另一份東西 你拿了那份東西出來 就當作是基本法的正統理解 這又是傻的 然後他又說了 說中聯辦自回歸以來一直盡量被嫌 沒有證據證明中聯辦影響特區決策 而兩辦發生之後 也未見對政司有任何動作 我也想問這些律政司去哪裡 除了懂得為了中聯辦的說法來補教護航之外 你作為律政司 你就應該站出來挺身而出 捍衛一國兩制 捍衛香港在高度自治下的盛餘權力 一點事都不做 是不是自從英國被人夾回來之後 完全是嚇怕了 一句聲都不出 一出聲就是捍衛中聯辦的說法 你特區政府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對於《基本法》第22條是否創意不理解呢 如果是的話 鄭若驊就要問責辭職 離了大譜 原來你見到聶德權 猛地說中聯辦是根據《基本法》第22條 所設立的三個機構之一 你都不出來弄證他 那你怎樣做律政司 你有什麼資格做 下台 司衛素餐 完全不是律政司 而是政治司 根本上你就是為政治服務 根本上你不是捍衛法治 如果你是捍衛法治的話 為什麼過去的23年以來 特區政府對於《基本法》第22條的理解 明明就是這樣了 現在中聯辦出聲 你說中聯辦才是對的 那就是你錯了 你錯還要錯足這麼多年 那就麻煩你下台 你不要資格領導香港 原來你對於《基本法》的理解 是錯了這麼多年 因為你現在說中聯辦應該是對的 所以你那個一定是錯的 這是邏輯的問題 剛剛才說 你整班高官應該全部鞠躬下台 每個人都在鬥三十多晚 不知道在做什麼 原來《基本法》都說是解錯的 而且一直以來都是解錯的 中聯辦說的就是對的 那明天中聯辦又說別的 那又怎樣? 今天那些又錯嗎? 這班人做官 浪費氣 所以為什麼說這班香港特區廢官容官 是比愛新國羅普而更加不如的傀儡 這就是這個意思了 好,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